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谢国银行跟另外两家银行 他们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对加密货币都很友善 当然谢国银行它并不是最友善 最友善应该是后面两家 谢国银行它主要是一个新创的银行 就是专门针对新创事业或者创新事业去投资的 所以就知道它的这个投资对象是非常高风险的 那这种非常高风险的投资 它从里面获得这个报酬是不稳定的 所以它通常就把这些它的这个投资对象的这些钱 加上它的存款的钱 它就拿来去买稳定的资产 那在美国最稳定的资产就是十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 十年期以上长期国债呢 它利率相对而言是高的 因为其他的短期都是零啊 或者稍微只有一点点利息 但是它的利率很高 所以它就等于是它在赚这个利差 就是它的短期这些存款的利率都很低 可是它拿来去买长期国债 中间利差变得很大 它在靠这个来维持它的生存 那另外那两家那就更惨了 那两家呢 它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这个所谓数位货币 或者数位资产 那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当美国不断在升息的时候呢 它一方面就是 它的投资的成本变高了 过去呢 投资成本很低的时候呢 你的钱什么都敢玩 而且风险越高越敢玩 因为亏掉了也没什么 因为利率是零嘛 所以在过去的时间呢 这种高风险的科技功能 是很受到欢迎 而加密货币本身呢 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科技产品 它有很多的这个理由来号召那些追求者 可是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产品 它的这个价格呢 是暴起暴落 所以现在呢 这些高风险的这种投资的对象呢 在利率升高之后 很多人就发现 他现在玩不起了 他觉得 花这么高的代价去玩这个东西呢 他的这个 这个报酬相对来说太低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美国在升息的时候 同时在缩表 所以是全球的资金的成本升高的同时呢 资金在缩水 所以过去呢 当美国一次一次的量化宽松的时候呢 他放出太多的热钱 这些热钱等于是变洒全世界 这些热钱就到处去追求那些任何一个可能获利的对象 那现在呢 资金回收之后呢 这些热钱减少了 所以靠热钱来维生的这些金融资产呢 就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活下去了 而刚好 王刚刚说的 科技股 跟这些加密货币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投资对象 所以他们现在取得钱的成本高了 取得钱的可能性也变低了 因此呢 当这几个因素都同时发生的时候呢 他会使得不论是科技股 还是这些加密货币都开始价格在大幅度下跌 我们看到这价格下跌的现象非常明显 因此这些以新创的事业 或者以加密货币为主要客户的银行 那现在就惨了 因为他的客户现在呢 他根本手上没钱了 没钱他当然不会再存钱进去了 而且他还需要把钱抽出来 来周转他目前的需求 所以这些银行呢 就开始发现呢 他的资金呢 慢慢周转不灵 而周转不灵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只好去卖 他手上的这个资产 那他资产呢 主要就是十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 可是呢 长期国债其实在美国升起之后呢 一直价格在往下跌 在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老师说这些银行呢 他本身已经可能都已经发生亏损了 可是账面上看不出来 因为长期国债没有到期日 所以他每天都是按照他那个市面价值在估算 所以即使他已经发生亏损 账面看不出来 所以监管机构呢 就不知道他们发生问题了 那等于他现在开始呢 去卖那些十年国债 这个亏损就真正就出现了 而且等他真正亏损出现了 才发现 这亏损已经大到 已经超过他的资本额了 所以就清酸了 所以信股银行基本上是这样的原因造成 而这个原因呢 其实跟另外两家也差不多的原因 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是困难的 你可能有听到的 Silvergate Capital 是一个产生产业的监管 他们的估计划 是很困难的 相同的情况下 因为他们很困难 所以如果与业业严重 强烈 他们与与业严重 那么我认为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词 给监管机构 那也许是一种词 如果与业业严重 很快 你应该会有点 保持着 在一种业业严重 它可以伤害你 它会有点有点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他们都是因为挤兑 而倒闭的 对不对 我们就会觉得奇怪 挤兑这种现象 好像通常在你 对于这个银行的 这个存款发生 非常严重的 这个信息危机 才会去挤兑 但这次挤兑 呢 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 它的加密货币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叫做稳定币 稳定币跟一般加密货币不太一样 加密货币从比特币出来之后 它的价格就十分的不稳定 它常常波动起来 那上下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这个也变成 加密货币本是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那也是投机者喜欢的原因 但是有人就觉得 如果货币本身 它的币值这样非常剧烈的波动 让它的这个货币的功能就受到伤害 所以开始 那个从2014年开始 就开始有人就创造出来 所谓稳定币 稳定币就是 它以一个比较高的价值的东西 比较稳定价值的东西 跟它去兑换 作为它的锚 所以它可以用它的一单位 去换那个资产的一单位 当然里面最强有力的货币就是美元 所以很多都是跟美元来兑换 就是它保证 你拿到我的文币 如果有一天你不想要了 我就按照一比一的方式 把美元兑给你 目前当加密货币出问题了 大概开始发生信心危机了 所以很多稳定币的持有者 就跑到银行去要求兑换 就这几家银行 就是主要的受害者 这个就不得了了 这个就不是说把存款拿 就是因为稳定币 目前的市值 大概有1300亿美元左右 你想想看 刚才那几家银行 最大的不过2000亿 小一点的1000亿 这单单是稳定币的价值 就是1300亿美元 所以当这些稳定币的持有者 都跑去 要去把它的稳定币 换成美元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美元 在手上供它兑换 所以就发生几对现象 这几对现象一发生 那个信心危机就爆发了 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银行就马上就关门了 所以矽谷银行是这样发生的 后面两家也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老师 其实现在最主要还是因为 挤兑这样子的信心危机造成的吗 对不对 它是亏损都要倒闭 它的那个资产价值一直在缩水 随着生息一直在缩水 你缩到应该跟它的这个负债 已经不成比例了 所以只要有人要把他的资产拿来 我们说变现的话 这个银行就会倒闭 那过去它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过去呢 这些长期活在没有到期日 所以账面上都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银行的监督机构 如果认真去查这些银行 可能会看出问题来 可是呢 银行的监督机构 没有发现问题 他们最后呢 就归咬于谁你知道吗 归咬于川普 对于这个决定的 我们在奖务的obahn 出现了 我们在决定的基础 固有强化 在强调查上 向监督机构 像是 保留人的 网络 像是 其他的 决定的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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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美国的职业和小企业 两千五百亿美元 五倍 五倍 就是在两千五百亿美元以下都不用管他 我们刚说这两家银行 一家两千亿 一家一千亿 都没有超过两千五百亿 而不但他把这个门槛拉得很高 而且他的监款的频率 也把他变得很少 就等于是他 放手了 让自己住完了 所以这几家银行之所以 一直没有 被找到他的真正的问题的关键 也是因为 美国政府早就缩手了 放手让他们去 胡搞 所以美国政府 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 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好